警方駕車來到一處苗栗偏僻山區的鐵皮住宅內 在外頭的兩名男子一臉錯愕 隨後警方進到屋內 園警一個迴旋梯破門而入 進到屋內搜索 見到一名富人抱著出生不久的嬰兒 但凌亂的桌面上擺著的是一包包的白色粉包 這些都是富人販毒的證據 插機過程中出生兩個月的嬰兒肚子餓哭鬧 園警除了協助安撫也泡上溫熱的牛奶 才讓嬰兒停止哭鬧並熟睡 園警有條不問的將奶粉加入奶瓶中 開學溫度還剛剛好 嬰兒在母親的懷抱中安穩的喝著奶 但這名成性女子懷孕期間和剛生產完之後 也沒閒著 到處販毒 駕車帶著嬰兒隨身攜帶嬰兒用品 來掩飾販毒的情勢 降低警察盤查或追悉的風險 警方在成性犯嫌苗栗住宿搜索 插扣以分裝好代售的海洛因 安非他命 吸食器等證物 全然移送苗栗地檢署偵辦 以違反毒品YI防治條例罪嫌起訴 最後警方也通知男嬰的父親 將孩子帶回照顧 三新聞陳秉豪 賴玉成 台中報導